早晨,歡迎大家回來我Learn with Tom Lee的A-Level數學 現在又是時間take a break 今次已經是第四個break 因為計數真的算得很悶 所以我特意在這段時間插一個break給大家 今堂我會教大家做一個杯戰 手繪畫一朵花在杯戰上 四四方方的杯戰 我們由一張A4子變成一個杯戰的時候 做法全程我都會教大家怎樣做 大家就準備好一張A4子 有顏色也可以,沒有顏色也可以 接著一支鉛筆,鉛紙筆 如果你有圓規的話,你也可以用圓規 沒有圓規,你用手也可以 我們現在開始看看怎樣做 好,今天就教大家畫一個杯戰 首先我們用一張A4子 我用一張A4子,再用紙 我就做一個四四方方的杯戰 這個做法很簡單 我就接一個三個型 在這裡就 割開它成為一張四方的紙 就這樣割開它 用刀片的時候大家就小心一點 一張四四方方的紙 接成一半 再接一半 就形成一張四四方方的紙 當然,待會我們畫完之後 我們就黏著這一邊 就會成為一個簡單的杯戰 不如先黏著它 用一些膠水 漿糊筆和膠水都可以 因為紙就很容易黏 應該 我用一些膠水黏著它 這邊也是一樣 尤其是角位就黏得穩妥一點 就剩下一點 就剩下這裡而已 跟著呢 通常杯戰的角 我們可以剪圓一點 就剩下一點 相當簡單 藝術品是隨便大家的 四個角圓的弧度都不同 不要緊 因為這個始終是藝術品 還有一個 這麼大的杯戰 現在看看怎樣去畫一朵花 給這個杯戰 最主要今天就教大家畫一朵花 我又準備了一個圓規 圓規 一支2B的圓筆 2B的筆心比較硬 畫出來的顏色比較淺 接著我們再填顏色 現在我設定了圓規 圓規的半徑 大概是這張紙的四分之一 大概是這張紙的四分之一 大概就可以了 我用一個圓規 畫一個圓圈 就在中間 大概中間的位置就可以了 也是一樣的 藝術品就不需要這麼講究 很準確 接著我就在圓的邊 隨便一個邊 畫一條線過來這個位置 我會形成一個60度的位置 這點一樣 就下 大概60度 我會看到 畫了六條的線 你看到這六條線 都會在大概60度的位置 所以我會形成出來 接下來我會用GHB的圓筆 在圓心這裏 畫一條線 過這個位置 這就是花反 六條花反的時候 就是大概的位置就可以了 畫六條花反 軟軟地過來一邊 有些比較圓 有些沒有那麼圓 有些比較圓 六條花反 接著這個花反的位置 我就加一個圈 加一個圈 进入花瓣 很简单 接着花瓣的这个位置 即是中心 就画一个瓣 上上面 接着转回来 这个也是一样 花瓣上上面 转回来 是中间的位置 六块花瓣的大小也可能不同 外表有点不一样 不要紧 那我们就很快地画了六块花瓣 花瓣中间的位置,我把它补一些洞给它 气泡给它,填满这个位置 有些气泡又大又小 补一些气泡 我当我有些泡泡就想走出这个位置 但是被这条线夹住了,所以走不了 这些位置就补一些气泡 接下来我用原置笔 深色的地方 加上中间的位置,填满这个空间 滑花一点也不难 填满这个空间 好,我用拆纸胶 拆了这些圆的位置 小小就可以了,拆了它 因为我们都知道用圆圈画的 不过拆了那些圆圈,花就比较漂亮 可以看到,我拆了那些圆圈的位置 好,我画了一朵花的圆圈 好,我画了一朵花的圆圈 类似三个形 这样的圆圈 转转地进来 现在你看到我用黑色的圆圈 填满了这个位置 封密了,没有被泡泡走出这个 范围 好,接着呢,就会在中间这个位置 再拿一条线出来,拆了一圆圈 再有另一个花板,在这个位置 掌出来 因为我们这朵花是双托 不是单托 所以有另一个托在这个位置 当然这个是小一点的 接着呢,我们再用一支圆筆 好,在这个花托的位置 去画个花板出来 你看到,相当之简单 一支化的面板出来 这一支被拆了 就让我们做一支圆筆 再用一支圆筆 我们现在做的摄影 一支圆筆 我们现在做摄影 它就大致多完成了 我们现在做了一支圆筆 只有一个一个小块 大反和大反之间加一些螺旋形 这些螺旋形大小你喜欢 有些更丰富的几何图案 其实你加不加都可以的 我加了这几何图案较为更丰富 放冰了 续冰了 几何图案较遥 善惊 宽宾 枇吽 插 加了螺旋形的幾何同安 再對稱一點 形成了一個挺漂亮的花 我們要加一些立體感 首先在這裏畫一條線去反 填一些顏色給它 填填色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再在這個位置 這樣吧,這裏是深色一點 有些立體感的花板 填填深色一點,這裏是淺色 中間這個位置,深色一點 如此類推,這裏也是一樣 這個位置就是,一邊是淺色的 接著這裏呢,深色一點 但又沒有中間那麼深色 中間的黑色是最深色的 這裏是淺色的 這個位置就是,一邊是淺色的 這個位置就是,一邊是淺色的 這個位置就是,深色的 這個位置就是,深色的 這裏也是一邊是淺色的 這個位置就是,一邊是淺色的 可以進去,另外一邊是淺色的 隨便是淺色的 就是淺色的 一些淺色的 中間這個呢 是淺色的 深色的 深色一點 深色一點 淺色一點 中間永遠都是深色一點 接著我們就給一些影 影就是在邊邊 外面加一點點影 邊邊 我全部都是在右手邊加的影 當然你可以在左手邊加的影 右手邊加的影 看看有些立體感出來 右手邊加的影 所有的 反的右手邊 可以加一點點的影 這個大反的右手邊 就加一個深色的影 大反的右手邊加一個深色的影 好 如此類推 最後就是用一支原子筆 在花的邊圍裏面 即是反的邊圍裏面 填實色 因為一直都是用完筆 沒有填實色 給它 好 你看到立體感 就很出色的了 好 你看到我這支原子筆 有少少墨屎 有少少瑕疵 但不要緊 反為藝術品 有少少瑕疵 才會漂亮 很簡單 我就畫了一個 灰線給自己 好 心積裏面 當然 大家可以在這些螺旋 再畫深色一點 把所有螺旋填深色 泡泡也是一樣 如果大家想把這些泡泡填深色 也可以 所以經過一輪的努力之後 你看到我填上一些 陰影 填上一些深色的螺旋 在螺旋上 你就可以看到 我畫好了花 當然 大家可以加少少 紅色的圈 在中間 也可以 邊皮也可以加少少 花 有花花的杯墊 當然 你可以畫四個杯墊 就可以墊盃 我現在就不是墊盃 而是墊膠水 我只放了膠水 也可以 多謝大家收看我這個 小小技藝術作品 Muchas gracias 85265928609 好 多謝大家收聽我這個影片 如果你是希望你的 Mathematics 和你的英文是更加好的話 你想要一個 Private Tutor 你可以隨時 聯絡我 令到你的 DSE exam 或者你想考SAT 你也可以聯絡我 因為我都有一些 私人的補習 在這兩方面 多謝大家 Thank you 拜拜 Muchas gracias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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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